刚才我们也说了啊 就您这期节目比较特殊啊 就来的朋友太多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嘉宾 按照我们刚才的感觉 影视圈里你还能不能找到一个姓杜的人 我不用你猜了 我马上就会揭晓是谁 我肯定是姓杜啊 不 我就问您啊 就你估计会不会还有一个姓杜的人来 不可能 你再想一想呀 好吧 那么我们最后一位嘉宾呢 也是王老师肯定没想到的人 我们就不猜了 我说五四三二一直接揭晓 五四三二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屏幕 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李洋老师好 但是我们今天虽然不姓杜 可是他刚演了个角色姓王啊 对 对吧 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呀 他媳妇姓王啊 对呀 王雅杰 对呀 对呀 王雅杰演我三次了 演我 你熟吗 女儿和儿媳妇熟啊 快来 他演我儿子 这个云阳老师好 李洋老师好 方姐好 你好 你好 就这么帅呢 对呀 没有 没有啊 你们最近刚刚合作过一部戏吧 红灯器嘛 对呀 王连举嘛 王连举嘛 对呀 王导要呛你行啊 没成功啊 对对对 那个李洋老师啊 我首先我得 我得祝贺您 又塑造了一个特别成功的形象啊 最近 最近在播的这个 我哥我嫂 前几天看到了您一场特别好看的戏 就是交代那几个小孩 以后让他们 对你的 要孝顺你的女儿 对对对 特别感人的那场戏 特别棒 他媳妇王王雅杰演我的女儿 然后那场戏我印象太深了 那场戏演的真好 我都忍不住的掉泪 是是是 有片战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我将来有一天呢 你们都长大了 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 成家立业了 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他也老了 他没有后人照顾他 我希望你们 不要忘了今天他的恩情 那不说了啊 你们给他 做事新衣服 为他吃口饭 别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我希望你们 给他养老送中 记住了吗 我一定会照顾二嫂的 等他老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也会 奶奶 我也会 您相信我们 我相信你们 只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记住了 记住了 太棒了 余杨太逸佳了 她是媳妇的 这是她媳妇的 我也觉得媳妇 余杨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跟 丽云老师这次演了 《红灯记》啊 在你的印象中 丽云老师有什么特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以往呢 就是丽云老师 也受到了很多 恶婆婆呀 或者这种 非常冷面的这种妈妈呀 就这种角色 《红灯记》呢 因为李奶奶 大家都是家喻户晓的 耳中能详的 都是一个 是那样的 特别正能量的 所以丽云老师 这次从造型 我们第一次 试装造型的照片 来的时候就发现 因为那个头套的改变 然后呢 她又对自己的 所有的造型 都非常认真 这个头套嘛 头套 她又是 因为丽奶奶 因为丽云老师年轻啊 因为丽奶奶 我就觉得年龄 是那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 一头花白的头发 所以说 这个《红灯记》 大家到时候 您看吧 是一位特别慈祥 富有爱心的 这么一个英雄的母亲 特别好 这头套 觉得太真了呀 特别真实 是 而且当时 我们是去年夏天 在横道河子 在岐盘山 我们那是最热的时候 最热的呀 所以说 每天我们的 李奶奶 穿着老厚的棉袄 因为《红灯记》 它是冬天的背景嘛 居多 然后它有 那么厚的一个头套 我觉得王老师 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 因为它室内气又多 屋子里本身又很热 还得烧那个煤油炉 是吧 那个什么煤球炉 煤球 冬天还得把窗门 全拿大帘子 不连个萌生 然后那个煤球吧 它还有那味儿 然后还点个煤油灯 煤油灯也有味儿 然后李玉和 赵恒轩 还有抽的烟 烟袋 烟袋也有味儿 哎呦 我呛的呀 特别不容易 屋子里全都封地似的 嗯